先是仙周五宗与摩门在雪阳城外东部树林中 一场足达上百人的混战打响 一场争夺周西图的风潮正式入驻通幽地界 周西九图代表着可以进入到朱幽桥探天之密 谁不想得到 成为继清军五帝四阳先尊后出类拔萃的人物 而混战的局面又不受仙周各宗各界先尊先帝强者的左右 是与从第一次争抢之战打响之后 整个通幽雪阳城附近三千里的城池 几乎成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厮杀斗兽场 但凡九州修士 无不是提高警惕的活在隐没着暗流中的杀鸡之下 提心吊胆 更有萧小之辈 效仿陆臣当日肆无忌惮的到处杀人夺宝 试图找到真的周西九图所在 期待大会召开之日 能够坐稳雪阳天顶 得朱幽桥所在之命 如此一来 通幽地界 人心惶惶 长子便是响管 也有心无力了 雪阳宫的大殿上 十数高手汇聚一堂 长子 续星 两大仙尊 清雪 陈谷 丽莎 甚至哲齿 都坐在殿内 神情冷峻 一言不发 时隔半载 通幽地界格局 隐隐有着变动的趋势 为此 长子费尽了心力 也无法改编乱局 颇为苦恼 周西大会临近 三宗高手聚在一起 显得格外的死寂 清雪用眼角的余光 扫过心仪已久的公子 翘连闪过飞红 大殿中的作息 安排得很是古怪 若是陆尘在此 并会机敏地发觉 这般安排 有着一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寓意 长子续星 乃是先尊高手 自然要坐在首座 这是规矩 然而却并非如此 坐在首座的 居然是修为不高的哲齿 哲齿之下 才是长子续星 陈谷丽莎 和一个黄袍老者 站在哲齿的身后 陈谷在右侧 身为雪阳公的 天才人物的清雪 只能坐在其实之下 再往下 便是三宗带来的 护卫高手 皆是有着 先君和魔王的修为 人数虽然不多 但气氛上 却给人一种 强大的压迫感 对于如此安排 长子和续星的脸上 没有半点不悦 反而在看向哲齿的时候 时而会产过 微弱的谄媚表情 说不得其中 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沉寂了半声 长子突然开口道 近日来 雪阳城外 大战连连 各宗高手死伤无数 都是那该死的神秘人 要不是他 周西大会 怎么会变成这样 长子说着 看向哲齿的表情 略微带着歉意 好像十分惧怕于他似的 折尺手里把玩着一块玉盘 此牌 碧履通透 内藏法源 光泽内敛 一看就是不凡物 折尺无所谓的笑了笑 用着背蓝的语气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道 长子 无需如此介怀 我们的初衷 是找到朱幽乔的所在 四阳不是说过吗 周西图能够安全地穿过 朱幽秘境外围的捷径 无需准备太多 全部和一片没有区别 折尺一边笑着 右手跟变戏法似的 拿出一块有着流线状 金光闪动的地图残片 正是周西九图其中一枚 这种场合 清雪甚至陈谷 都没有说话的资格 长子说 折尺先有 长子是怕他们不敢来 每次听到长子 与折尺平背相论 清雪芳心都会移动 他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师尊 会对一个 跟自己相差不多的 魔王如此尊重 越是如此 他就越好奇 事已 方心暗许了 都不得而知 长子啊 折尺还是直呼 长子先尊其名 笑道 你错了 正上之下 必有永福 何况 朱尤桥呢 说着 折尺站了起来 步下台阶 威风 淋淋的在大殿 徘徊起来 说道 昔日四央 清军五地 都曾有缘进入朱尤桥 从而依人为尊 武者为地 可见朱尤桥中 又能够让人提升修为之法 并且 颇为不凡 如此重宝 岂会有人就此放过呀 哼 我等不须在乎 那神秘人究竟是谁 只等明日 九图齐县 让四央看过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朱尤桥的所在 然后只需谎称 尚需时日 才能得知朱尤的位置 便可瞒过天下人的眼睛 就算最后有人知道了 那是 我们已经在朱尤秘境中了 哲耻胸有成竹地说完 众人放松了下来 长子一脸谄媚地笑着站起道 哼 哲耻仙有言之有理啊 是长子多虑了 仙有若是找到朱尤桥 还请仙有在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长子此生 铭记仙有大恩大德 许兴也站了起来说 许兴带我家先帝大人 谢过仙有大恩 哲耻转过身 点了点头道 哼 当然 两位劳苦功高 哲耻自会美颜 再到有朝一日得道飞升 想必血阳盘星 也会成为大人部下 最为宠信之人 不过 哲耻突然画风一转 转 明天是重要的日子 四央虽然三魂七魄 已去七九 只剩天魂 但仍然不是完美的仙魁 在没有得到朱尤桥的位置之前 绝对不允许有人接近四央 至于以后 他誓死是活 哲耻就没全干涉了 一切听凭长子先有的发落 长子闻言一喜 他欲言又止 看了看周围的护卫 对着清雪使了个眼色 清雪赶忙起身 把所有人都喝退了下去 长子方才问道 哲耻先有 长某有一言 不知当问不当问 哲耻微微一愣 半赏过后了然 对丽莎和那黄袍人说道 丽莎 萧微 你们先出去 丽莎和名为萧微的黄袍人 功身领命推了出去 大殿只剩下了哲耻 长子 续星 陈谷 清雪五人 哲耻迈着方部 走向正座 坐了下去 而后 老神在在的说道 有什么话 问吧 长子和续星对视一言 欣喜道 长子斗胆 敢问什么时候 我等可以见大人一面 哲耻闻言 平易近人的神情为之一变 被一脸的冷肃所取代 大胆 大人是何等的存在 岂是你们想见就见的 被哲耻这么一鹤 两人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就连清雪看到哲耻 突然变化的表情 也惊得推了两步 手作之上 哲耻英俊潇洒的样貌 早已消失不见 变换出来的 竟然是一只双脚血木的 冷面立膜 这只魔在仙界中 极少能够见到 并且仙界历史上 有关于此魔的记载 别人叙事不知道 但眼前几位 对魔界的秘心 了如指掌 相传六魔海 乃是仙界魔修的地界 但六魔五族 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大魔 而真正恐怖的魔 乃是古魔 正如哲耻幻化出来的 法相那样 那就是一只古魔 可是消失了近一载的 兄弟之魔 古魔 韬玉 古魔 只存三界之巅 未入神级 属于三界中传说级的人物 相传此魔五子嗣 只有一只 正是因为哲耻 会古魔韬玉的幻化之法 才能说服了盘兴殿 和血阳宫为其效力 因为死魔来自上界 古魔圣怒之后 哲耻一如此计 需靠二人办事 法相一收 大魔道 大人说过 为大人办事的人 都可以在本魔这记上一功 若得一日飞升上界 并会重重 有赏 你等修为 离着飞升上远 现在言之上走 此事以后 不许再提 时机已到 本魔自会 向大人 禀明你等功绩 现在 可安心了 长子 续星 两大仙尊 大汉淋漓 不过哲耻说完 他们也放下了心来 清雪之前不知此事 但听之后 灯使精呆住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连盘兴先帝 也要对哲耻敬畏三分了 原来 哲耻的身份 居然高到了这般地步 哲耻兄弟的目光 扫过清雪 说道 清雪 你是长子先有的爱徒 亦是可信任之人 今日 本魔没有让你离开 也是对你足够的信任 此事不得向外宣扬 你可明白 清雪欠身 恭敬一礼 声若银灵道 清雪明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续星 你回盘兴殿 将此事 承报你家先帝 让他密切注意 朱棣的举动 朱幽乔这等事 不许他们插手 以防引起 朱棣的怀疑 续星明白 续星领命着退去 松雪山 后殿 山顶密室处 冷风吹着山上 矫健的几道人影 发出烈烈的破空之声 飞雪 飞雪来不及 落在几人身上 便被蒸腾玉起 流转营绕的法力 蒸成了淡淡的白烟 扶摇直上 飘飘鸟鸟 风筑雨 雨羊 鱼鹰 吴天月 萧乱 风白里 白小道 位于那密室内口 一张精致的容颜 带着极许从容 目不斜视的盯着石门发呆 顺着石门微不可查的缝隙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来自密室中傲然的战意正徐徐散发出来 引领着众人的气息 无限的膨胀 轰隆 石门大开了 震耳欲聋的不是石门摩擦着门石壁的声音 而是一股惊人的原力 挤出那不大的石门发出来的空振之音 如同一场浩劫的仙招有着开天辟地之感 小友 风珠欲紧绷着老脸为之一松 率先抱拳相迎 随后 少佐 大哥 诸如此类的言辞从几人的口中传了出来 应着声音 石门闪出一道漆黑如墨的身影 气急内敛 发色黑亮 眼似星辰 面带刚毅 轻盈一步踏出石门 周遭空间变得虚幻起来 仿佛把人带入浩瀚的星空 心潮 无边无际地膨胀着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除去封诸欲 众人皆是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离这时辰 还有一个时辰 一记行事吧 雪阳封顶 中年慢雪的广场上 人潮涌动 来往于仙界各大宗门的修士 早就在广场上方聚会一堂 上清宫 晴日宗 眼水门 空盾派 刚天宗 摩羯六海 明州三殿 佛门诸僧 妖界众兽 古仙古眼后裔 旗帜险经 熙熙攘攘的 让人分不清哪门哪派 目测一下 广场上足足占了数百修士 虽然数量不见得有多少 但真正领袖各宗群轮者 皆是有着八级九级境界的高手 仙君 魔王 鬼皇 妖皇 天佛 皆在此列 雪阳宫正殿门口 偌大青红悬挂于高空 极柄顶风肃然的仙剑 护持左右 形成雪阳宫冷云剑阵 长子在清雪的陪同之下 早早坐在了法云上 目视着广场上各派的高手 泥派欣然的喜色 我不出所料 仙界诸宗都已到齐了 山下的雪阳城 离起山顶还要热闹 诸宗百门千宗都骑整着人马 站在大街小巷上 像是在苦苦的等着什么 虽然轰闹 甚至发生着口角 却是没有一个人敢动手兵刃相向 数以万计的目光 时不时的朝着雪阳封顶瞟去 无不犯着焦急的意味 怎么还不开始 就是大家都为了看周西图来的 有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吗 把四阳先尊叫出来 便是一番不就行了 去哪有那么容易啊 没听说吗 雪阳公自私的很 把九张真图的秘密说成了一张 没准啊 这帮小娘皮就没安什么好心 用你说 九图 接真的秘密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就是不知道 怎么能从九图中找到朱油桥的秘密啊 看看不就知道了 不过这么一来 是不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朱油桥的所在呢 听说朱油桥只允许先尊以下的修士进入 属于先军高手争抢的宝贝 一旦传出去 仙界还不大乱啊 那样不更好啊 那个高手不是在乱世中成名的 四阳先尊啊 现在的清军五弟啊 不都是当初探索朱油桥的人物吗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 山脚雪橙顶飞的人声堪比云霄天雷轰轰作响 如此这般没有顾忌的猜度 自然而然会传到山顶一群耳聪慕名的家伙耳中 如此广场上沉寂了少许 眼看着尘石变起的时候 一些宗门的修士便憋不住了 长子仙尊啊 周西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 仙尊大人不会欺负我等实力低威 就让他们一直等下去吧 长子一言不发 闭目沉心 清雪事实上前 宫申道 诸仙家请稍等片刻 周西大会即将开始了 清雪仙君啊 听说你们雪阳宫打算私吞猪油巧 别把我们当成白痴好不好啊 今天无论如何 雪阳宫也要把猪油所在公主于众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没错 说话的是一个矮子 修为不高 堪堪能入仙君之境 看起来不是什么名门大派的出身 不过他手里拿着一枚周西图的残片 却是有资格上到雪阳广场上 此人言吧 一时激起千层浪 众宗修者无不纷纷随身附和 清雪小脸一颤 眼中飞快闪过杀机 不过 马上他又恢复过后 朗生说道 诸仙家稍安勿躁 人群安静了 清雪说 万载之前 有人想献雪阳于不义 此举便是想让周西大会开不成 对于这些谣言 雪阳宫深表痛恨 当然 清雪自知 人微言轻 无法让朱仙家幸福 不过马上 大家就知道 雪阳宫是否真的怀揣私心了 还是那矮子 听闻之后马上接到 哎 清雪仙子啊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莫非想证明什么不成 清雪看了那人一眼 说 这位道友说得不错 雪阳正是想用实际行动 当众拆穿这些不切实际的谣言 周西图有什么秘密 朱幽桥又在什么地方 马上大家自会见分晓 当然 周西九图应该是朱仙家中某些道友所有 是否交出来 还要征求真正只有周西图的道友的意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